如果我希望我的排名是前七名的话 帮我格式不是格式化这边 是格式化我的号码 因为你格式化这边 但是你眼睛还在瞄过来 那不是也蛮麻烦的 所以可是问题 如果假如你是用什么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呢 如果你是用之前的设定格式化条件的 这边里面的新增规则 假设你用上面五个的话 它是没办法做出来那个效果 你必须用第六个才可以 那第六个你必须要给它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概念其实跟那个Excel 这个输入到这边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那只是差别是这边它没有办法 有一个插入函数 那会自动带那个 你要加什么的引数告诉你提示 那这边公式是完完全全 你要从头打到尾 没有办法提示 所以也许有时候 你可以先在这边练习再把它贴过来 其实也是可以啦 那只是说呢 我们今天的需求是什么 一 我希望做什么呢 我希望做排名 那格式 格式这边 所以特别注意哦 假如说你希望格式的是格式这边的话 请你在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话 先选取这个范围 先选取这个范围指的是将来你要格式的范围在哪里 那也就是你要格式化的范围在这个 那特别注意哦 它设定格式化条件 它的逻辑是这样哦 它会 因为我选了42格 桌存格 它会一个一个一个的帮你判断 有点像是在里面帮你跑个回圈哦 跟那个4回圈 4i等于1到42啦 那再来的话条件在这边 可是我要告诉他条件在这边的话 必须用新增规则 里面的设定 使用公式来决定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公式哦 一样先必须给它一个等号 等于 跟那个资料变得很像 那不过在这边有点 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叙述啦 就是当后面是逻辑哦 当什么呢 当这个储存格 你可以点选它 但是它会用绝对的 就是锁定哦 可是待会我们不能锁 因为我必须要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比如说1 再来就是 所以其实哦 这边2的话不能锁起来 因为如果你把它锁起来的话 它等一下 等于是它会一直往下嘛 它会变345 但如果你固定在这边 它永远就是找那个储存格 那因为我的范围是这边 所以它会一直往下 先A2 当对应的是1 2 当这个储存格 其实这边可以把它拿掉 当1 2 如果怎么样呢 它的条件是小于等于7的时候 所以这个后面是一个逻辑 所以你会发现就有两个等号 很多同意会漏到前面那个等号 前面那个等号也是一定要留 OK 当这个条件维处的时候 那我做什么呢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格式 一样的位置 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假设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 红色的字 比如说我这边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好了 类似像这样 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按个确定 好 它就会怎么做呢 就是它的条件在这边 格式格式化这边 所以如果它是小于等于7 就格式它 再来一样 这个一样 小于等于7就格式化 所以这边都不会 这边都不会 到这边的时候呢 它就格式化它 再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那也就是它在背后 帮你跑个回圈 也就是 这感觉有点像 在VBA里面写回圈 可是它不需要 它等于那边 你可以省略掉 但是逻辑你要知道就可以了 好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当它是小于等于7的话 格式化它 这个也是格式化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 把那个我们需要的格式 给全部做完了 这个概念起来还蛮重要 因为很多地方 假如说你不会用 设定格式化 用公式来做的话 很多地方是无法做出来的 除非你会用VBA 不然的话 第二个你可能用VBA来写 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要用VBA来写的话 该怎么写 其实我们第二个延伸过来 假设我不要用那个 设定格式化写的话 那我把这边 再拖拉一个好了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用VBA好了 不过第一个 我可能需要怎么样 先把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先把它清除掉 或者管理规则好了 这个里面的规则 这个里面的规则 应该是这个 这里面的规则 可以可能要把它先删掉一下 把它恢复一下 删到应该是VBA 这个应该是这一个才对 我删到别人那边去了 那如果说呢 我要用VBA来做的话 基本上 我刚才有秀给各位看 其实就类似这样 格式化 有没有 那基本上呢 它需要做哪些事呢 其实VBA里面 第一个一样跑回圈 for i 等于 2 到最下面一列 应该还有印象 然后呢 逻辑的话 如果它里面的一栏 if sales idea的一栏 小于等于 7的话 这样做什么呢 把它的 A 栏 格式化成 那个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应该前面好像有教过吧 有没有印象 在那个 我记得好像在第二个单元里面 那个逻辑函数里面就有了 所以呢 程式大概五行就解决了 不走 六行 多一个底色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 因为这个有些部分 前面都写过啦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结果好了 如果说呢 我用VBA来写的话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也一样把那个字稍微放大一下好了 预设是9号字有点小 刚刚的做法 这边最后 一样是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它A2的最下面一列 然后 next 这个前面应该都写了很n变 如果我要判断的条件 是在E栏的话 所以我就写什么 if 什么呢 if E栏 小于等于7 这个我想前面也写过啦 那就把A栏 因为它们都同一列嘛 那我就把它的字 风color 等于红色 那我讲过 如果我说 我今天要格式化的话 颜色 只要牵涉到颜色的话 记得用RGB 这个函数 那RGB的话呢 就红色全部 25500 那黄色的话就intro 底色的话color 等于是红色加绿色 就是黄色 那这样的话呢 就end if nest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ok 那当然我要恢复的话 前面讲过啦 可以清除格式 格式就把它清掉 那清格式的话 前面有讲过啦 要不就把它改成什么 automatic啦 或者把它改黑色 这个字呢 把它改黑色 那底色的话呢 就是它的color 等于没有 XL none 没有颜色 这样的话 就去涂颜色 那就完成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变成按钮 按下它 自动呢 就帮我把这个格式里面 要的把它涂颜色 那清除的话 等于就是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 就是格式恢复而已啦 但是呢 那这个做完之后 感觉好像又不是很完美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做完之后 虽然已经很快了 可是好像还是没有那种列清单的快 因为你会发现还是要往下卷动 12号 21号 等等的这些号码 我还要卷到这边39号 还是很麻烦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刚才有列一个清单在这边好了 怎么样列清单 这里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设定格式化条件 所以刚刚的重点在 把那个排名小于等于7 做格式化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内建的功能 设定格式化条件 第二种是用VBA 那VBA前面也很 我想我们有讲过类似的 只是说 那个程式稍有变动一下 所以有些东西 如果前面学过 尽量就是懂得会需要做一些些的修改